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很多人都会认为 以后养老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条件 才能过好以后的晚年生活 甚至年轻的人也觉得 经济条件必须足够好 才可以养老 这现象很普遍存在了 无险一金 在现代社会是工人的基本保障了 可七十岁的赤大妈说 我过了一辈子 人老了才发现 有房 有退休金 还有存款 这些都成为了我晚年的负担 赤大妈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故事 接下来通过赤大妈的字数 来了解一下 老伴离世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我今年七十了 已经过了奋斗的年纪 来到了晚年安详的生活 奋斗的时候 我们觉得努力赚钱 让家里有钱 过上好日子 而我和老伴 也不令家里人失望 在年轻的时候 工资就一百来快一个月 以前我们两个人 都是这么高的工资 那些羡慕我们的有很多人 我们有钱 也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们羡慕我们开心 有钱 且幸福的日子 刚退休的时候 我和老伴一起生活 平常时间也是逛逛街聊聊天 老伴喜欢看采茶听唱戏 我有时候也陪他看大半天的歌剧 幸福且开心的日子 直到老伴的离去就带走了 我脾气很好 管不了两个儿子和女儿 一直都是老伴在管他们 小时候他们都不少挨老爸揍 即使现在儿子女儿长大 要是敢和老伴顶嘴 肯定少不了一顿骂 给儿女存款 老伴病重离世之后 儿女就开始叫我轮流去他们家住 起初我是不想答应的 可他们很坚持 加上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家 也寂寞无聊 就硬下了 一开始先选择在大儿子家住个几年 再轮着去 女儿的话 我觉得嫁出去的女儿 肯定不再好意思去她那常住了 不然等下女婿反感 对他们的家庭会造成破坏 那我真的成罪人了 我在大儿子家住的时候 觉得我在家也不干什么活 都是他们照顾我 所以会经常给他们钱 充当我的生活费 少的三四千一个月 多的给个六七千一个月 因为我自身存款就很多 还有老伴的保险和存款 一起存下来有很多钱 加上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多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少钱 大儿子拿钱更加卖力照顾我了 毕竟我又不是行动不便的人 吃的也只是顺道而已 就这样过了三年 二儿子起初不知道我给他大哥钱的 毕竟我不会蠢到到处嚷嚷 给钱我儿子 他才来孝顺我的 这三年我和儿媳儿子都没有矛盾 或许他们觉得我给钱 他们照顾我天经地义 那时的我也庆幸自己有钱给儿子 他们照顾我才没有艳艳 二儿子也不知道 是从邻居家打听到的 还是他哥说的 知道后就一直嚷嚷着 该去他家住了 可说真的 已经习惯住在大儿子家的我 不怎么想换地方了 老二却不管我 他说 我老婆就是你儿媳 一直嚷嚷着 你不过去跟我们住 他就要跟我离婚了 我一听也着急了 也就住了二儿子家里 二儿子条件 也跟大儿子一样挺好的 可能是遗传了我和老伴的基因 现在他们俩工资都挺高 就是二儿媳是全职太太 而大儿媳是教师 一个不够一个有钱 我刚住进去 二儿媳就一点都不含蓄 直接就说 你给大哥多少钱一个月 就给我们多少钱一个月 不能不公平对待 毕竟现在你也住进我家里了 我平静地说着 我现在给大儿子都是我的退休金 一个月八千 二儿媳听了很高兴 就让我交出退休金卡 可退休金卡还在大儿子家里 老二就被他老婆逼着 去老大家里拿退休卡 可老大不愿意 原来以前那些累积的退休金钱 全部被老大拿去做生意了 老二听了也没觉得有什么 可儿媳妇就不愿意 说着什么也要和老大一样的待遇 就像钻到钱眼里了 咬着不放 没办法 就拿以前工作的存款给他们了 不然老二跟二媳妇能从早炒到晚 睡觉都还在炒炒 吃饭也能分谁吃就自己煮 存款也给了他们 住了也有四年 六十八岁的我还是很健康的 走走跳跳还是可以的 小女儿知道了这些也不淡定了 因为她说她儿子要结婚 可彩礼钱他们家没有 要三十五万 我说我把退休金的钱和卡交给了大儿子 二儿子拿了我的存款 我是没什么钱 每个月想买点东西都是二儿子给点钱 女儿听后大发雷霆 一点都不公平 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 起码也留一点给我 老爸家你的钱应该有很多 三十四万肯定有的 我是比较无奈的 两儿子看似很听话 可一点都不听我的 现在才后悔交钱出去 可又有什么办法 小女儿知道这件事后 先后跑去老大和老二家要钱 可吵了一架没什么用 最后迫不得已 只能卖掉自己老家了 反正自己也不在那边住很多年了 觉得卖掉也没什么 兄弟俩和女儿也不反对 就这样卖掉了 自己看着 却很是不舍地 从买房合同上签了字 卖得八十万 虽然他们过后都拿到了房子的钱 可小女儿觉得亏了 大儿子觉得存款比退休金的钱肯定多 他也觉得亏了 二儿子不觉得亏 可二儿媳觉得亏 寄人篱下 就这样 本来甜蜜的兄弟姐妹 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 现在的我住哪里都爱嫌弃 要是我一开始就公平一点 只平分一小部分 这样就不会卖掉房子 想自己住都不行了 钱也要不回来了 我一问老大 他就说 生意钱不好拿出来 看看后面能不能周转些 每次都是这样说 我只想说 我的退休金是一个月一个月发的 心里话 只能把我自己埋在心里了 不敢强要 老二的话更加没办法 问他就说 老婆管钱 问老二媳妇却说 老大有钱 为什么不找他要 现在你还住我家呢 我服了 现在吃的也不太适合我吃的了 住的也不方便了 老是招人嫌弃 想顾保姆自己住 可是没有房子 租房子又太贵 坚决拿回退休金 还会被老大骂 加上钱也不够用 本来好好的生活 被我弄得一塌糊涂 要是老伴还在世 那该多好 就一句话 他们都不敢不还了 总结 很多人晚年 肯定会有房有存款 即使存款不多 也能够基本生活 更别说有退休金了 有的人没有退休金 没房子 可有孝顺的儿女 就足够安享晚年了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 一定得对儿女们 要有足够的教育 让其懂得知恩图报 孝顺老人 不然自己老了 得不到儿女的孝顺 有退休金也有房 但这只会成为你的负担 而作为子女 不应该惦记老人的退休金 因为这是子女的本分 如果太过分 那么到时候自己老了 也可能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所以希望子女不要这么做 不然真的会后悔不已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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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